HELLO 大家好,我是Emil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國際新資 那我們今天想跟大家說的是一個新研究 它是利用天花板跟牆壁中間 冰水的循環所做的一個新型智能系統 經常這類型的冷卻板 先前就用於的建築行業中 那它比較特別的點是在於說 這個技術也不用再跟廚師的系統做結合 那整個研究的團隊 分別是由來自於加拿大的哥倫比亞大學 美國的布林斯頓大學 以及加州大學的伯克萊分校 還有新加坡ETH中心的一群科學家 所組成的研究團隊 分別一起開發了這個 稱作冷管Code Tube的這個技術 那哥倫比亞大學的助理教授Adam也說 這個技術最主要的話 它的工作原理 冷管的工作原理 是靠去吸收人體輻射 直接散發出來的熱量 而不需要去冷卻我們皮膚周圍的空氣 那這個項目的話 能夠節省大量的能源 冷管系統它是利用熱能 透過輻射 從較熱的人體表面 再去吸到較冷的 像是牆壁或是天花板的表面 那再通過就是長方形排列的 天花板跟牆壁的這些板塊 讓冷水能夠通過 那這些板塊的話 會再由就是一個新型的密閉膜去包覆 避免冷凝水的堆積 可能會產生濕氣去影響到制冷效果 當人們站在板塊的旁邊或是下面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熱量就會朝著板塊的方向發射 其實周圍的環境溫度很高 也不需要像開冷氣機一樣 需要透過廚師的這個程序 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冷空氣吹上人們的這種涼爽感覺 那這個研究團隊去年在新加坡的時候 也建構了一個內置這個冷管系統的一個戶外示範的場域 那他們邀請了55位公眾人士參觀 並且給予他們一些反饋意見 即使當天溫度已經高達30度C以上 那參與者也都認為說 當系統在運行的情況之下 他們是可以感受到涼爽舒適的 而也多快於有這個新型的這個密閉膜 這個面板是能夠一直保持乾燥的狀況 AIL Research的資深工程師Eric也表示 像這個冷管它是可以在不使周圍空氣 需要透過廚師的情況下 讓人們感受到涼爽 所以相比於一般的典型的這些空調的話 它是可以減成大概50%的能耗 而它的設計其實也都已經差不多準備就緒 還蠻適合用於戶外的場所 像是夏天的露天市集或是音樂會 公車站或是公共市場等等的 不過它的目的最終還是要讓它適用於 比較多中央空調的這種室內建築 這個商務的聯合負責人 普林頓大學的助理教授Forest也表示 冷管的技術除了能夠節省能源以外 對於未來的話還有非常好的一個前進 因為其實冷管的這個技術 它的工作條件以及它的運作原理 跟我們室內的溫度啊濕度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它在我們日趨炎熱的夏天 即使我們打開窗戶的情況之下 一樣能夠讓人們感受到涼爽舒適 那鑑於現在其實疫情要流行的這個狀況 能夠打開窗戶的話 對我們人體的健康來說其實也是比較好的 那Adam就有補充說 現在跟六個月前相比 能夠打開窗戶 一樣能夠感受到涼爽的這個想法 這個技術與往年相比的話 是更加的有價值 那這個團隊也利用現在在新加坡 收集到的這些數據 來作為全球未來室內空間的 有效性的一個預測 他們期望在2022年以前 能夠將這個技術商業化 來作為冷氣機的一個替代品 所以說除了節省能源以外 對於人體健康啊等等的 都也是一個非常良好的一個新發明 那這個技術團隊提出的這個 冷管技術的話 算是很創新的一個想法 因為其實全世界針對 能源消耗的議題一直都非常的重視 而空調使用的能源其實也相對的非常的多 像美國的話 甚至在2018年的時候 Richard就曾經提出了一個 價值300萬美金的一個競賽 希望大家可以開發出更節能的一個空調 那針對以上的這個介紹分享 不知道說大家覺得 這種冷管的這個技術 在實際的運行上 會不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或是有什麼方式可以再做更好的改善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做討論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